Hello everybody,这是腾讯读家英文的创传学霸也是MIT容易校友 直呼的严选会员,创传学霸高级期后创神兼主席上海bilibili网站upmaster 我们今天开始第16个视频关于港台音乐艺人的漫谈之16 这次谈一下一个台湾的歌手,叫童万格 昨天去录了音,就是音乐方面的东西 然后跳舞,然后有一些各方面的作品 就比如说,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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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练步伐,练那个就是身体的柔掌心等等一系列的 所以说OK 童万格他是这个台湾地区出生的 然后是现在国籍是教劳道 然后出生于是这个出生的地点是在台湾的高雄是1959年的7月26号 职业是歌手,词曲作教演员,然后信仰基督教 配偶是陈美兴,廖海莉 有一儿女儿是童玉圆 OK 然后他那个当然是父亲同手是一位这个画家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出生还是说有一种艺术氛围的一种 类似于书上门历,还有半就是艺人教廷的一个这样一个的 慧眼周的乐器有小号钢琴还有非洲鼓这样的人 超面公司是保利金和刻意百代 然后就 这个好像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的话 当然网上都查得到 我就来来谈一下 就对这位音乐艺人的这个音乐的看法 1989年第五张个人专辑 其实李不动我的心确立了童安格在港台来自中国流行音乐界的地位 这个歌大家听过没有 还有很多很多人听过对不对 他嗓音比较的这种 有一些空灵的感觉 然后呢有一些这种 凯腔有力 就是他他的嗓音那个发音表 表达是这样的 相对而言比较凯腔有力 然后你可以去听一下他的这个音乐 然后这个音技能是 他在原来的时候 我看,我那个时候读,读在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同样歌的歌也经常会听到 因为什么,有一些这种台,比如说,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台还在不在 就那个比如说,东南卫视这样一个电视台 应该现在也在,对不对 在大概20年前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经常会推荐一些就是香港还有台湾的这种音乐艺人的 比如说那个十大金曲,金曲榜啊,或者是前二次强的Top团体 这样的音乐排名,当时我还今天会关注,觉得蛮有意思的 1982年,图安哥进入了保丽金唱片公司,然后是从音乐制作助理开始发展音乐生涯 为目前歌手创作歌曲,然后1983年以旅行者三重唱开始小型演出 然后这个保丽金唱片公司是黄英英推出天使之恋专辑中的《杀不知足》 一曲为第二主打歌,为当年度最卖座的专辑 童安哥的创作才华就受到了这种关注 而且他和这个潘岳云,这是国内的一个歌手,对不对 潘岳云是浙江一代的吗 OK 这老手,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这老手,然后是费玉清,费玉清,然后凤飞飞,刘文正 然后他有一些是这种合作 以87年跟我来专辑获票选为该年最受欢迎的男歌手 到89年到92年成为他在全华语地区大红大紫年份 那几年叫做《耶利亚女郎》,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就是他的一个Valibus这种创作上,对不对 然后有一些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Where you say you love me tomorrow 然后就是根据这个创作型歌手 Carly,然后King的七名歌曲,就是自己 因为有一种,尽量有老外也会翻唱一些 比如把张学友的首要歌叫 Take me to your heart 然后大家都翻译成就是英文版的了 然后还在就是好像还在 就是原来就是很多媒体上面还有这种 有种公开的演出 我看还有,我看还有谁 反正有很多这种就是中文歌的翻译成 比如英文歌,全力保持一样 然后是英文歌翻译成中文歌的歌的这种 然后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大家听过没有 很多人听过对不对 罗文,谭永林,梅艳芳,张学友,吴启贤,汪飞,蔡秦,刘德华 杨玉莹等等 大家都会一起合作 1994年,1994年 1994年入团第六届金曲奖的最佳 国语歌手蓝演唱人奖 然后是入团了最佳演唱专辑奖 1994年他移民到了加拿大 他就告别了歌坛 然后再次入团第八届金曲奖 最佳 国语歌曲蓝演唱人奖 OK 然后就 费玉琴 此琴永不留 做词作曲 这费玉琴为他做词作曲的 潘月云,夜色,蓝色的回忆 还有蔡琴,正宜 陈书华,江玉云等等 薛玉 张玉有西洋罪了 这是他给别人写的作词作曲对吧 为其他人创作 他这种词曲方面 可能就是赵逸尔 好像也蛮厉害 为很多人就作词作曲 明天是否爱我 就是零一年 张玉生不是因为寂寞 潘北城写不完的 一一能静 我累了 请相信 他把别人写了 可能做词作曲 可能有 这情况有 可能有 至少有五十首以上 我看差不多 其他对他演过电视 卧火长龙里面有过角色 没有什么太多了 都还是可以可以就是 我刚才觉得我台湾的歌手那边我看 我比较喜欢听陶州的歌 陶州张兴哲的歌也会经常听的 然后 邓丽军 邓丽军 台湾那边是国民情人 对不对 然后去军队里面慰问演出的时候 邓丽军他那个反正很受欢迎 他主经人是河北的一个县城里面 邓丽军 好 这次就是漫谈就到此结束 OK